那我们一旦把SAT考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下面去应对AP呀 可以去应对竞赛呀等等 亲爱的家长们今天的腾效分享 我们来给大伙讲一下每本申请最重要的一个考试 就是SAT的标划测试 尤其是这几年呢 SAT考试它到底最新的变化是怎样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呢 新的SAT的考试 从总分2400分就变成了1600分 它最大的变化呢 就是把传统的你做错题要倒扣分的机制给发生了变化 并且选择题从5个变成了4个 另外一点呢 把原来B考的作文部分变成了可选项 去年呢直接删除了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多家长呢 一直在跟我讨论一个事情 是不是新的变化1600分比原来2400分更加容易一些 在这里呢我要给大伙的建议 其实新的变化 它更多的是注重学生的文化积累 尤其是平常学生的阅读 而且每一道应用题呢 都会有一段文章作为背景 如果我们的孩子呢 以前没有看过这种文章 或者说他的历史背景没有一个了解 那就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得分 所以呢 我建议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 非常重要 女儿当年是2400分啊 她当时是考了2300多分 走到哪里 我记得女儿都带了一本书啊 随时随地的在看书 那另外一点呢 我也建议大家 家长和孩子们 多了解一下 SAT的必考的 备考的内容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三四月份来平整土地 让我们七八月份来收获我们丰硕的过失 孩子和家长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那我们这个星期天2月26号周日的晚上加东时间8点钟 我们请到了一位SAT的顶级高手啊 他来给大伙分享一下新的SAT考试如何拿高分 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祖母ID依然是我们的816-8534-0181 谢谢大家